朋友们你还不知道吧 一款综合性人工智能平台出现了 它是AI视频生成器和AI图像生成器的结合体 除了支持文本生成影片 图片生成影片 还支持4K视频画质提升 最厉害的是 生成的结果百分百可控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优化提示词 甚至提供了非常多特征选项 包括图片色彩 视角构图 情感发型 环境灯光 艺术风格 渲染方式 质感分辨率 都可以直接点击选择 再也不需要我们辛辛苦苦编辑提示词了 真的能做到把你的想法分毫不差的生成出来 并且还可以进行最大两倍的图片扩展 和四倍的分辨率提升 只要认真看完本期影片 你就能知道怎么样免费做出特定主角场景的图片 或者影片内容了 先给我点点关注 马上带你上车 打开Viva 这个网站 相关链接我会分享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它是一款初学者都非常容易上手的图片和视频生成器 点击Try for free按钮 看看左上角 现在的页面就是视频生成面板 旁边Image图片生成器我们留到后面再讲 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有很明显的相机运动 时长5秒也还OK 下面燃烧起来的烟雾效果非常可以 再来看看这里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是Test to Video 文本生成影片 第二个是Image to Video 图片生成影片 最后一个是视频的4K画质提升 下面是提示词输入框 大家还记得Sora发布的这个经典片段吗 坐在咖啡馆里的胡子男人 我把这个影片的提示词复制一下 粘贴到Viva提示词输入框这里 下面有一些设置按钮 点击一下第一个按钮是否定提示词的设定 这里呢也有例子 可以填写否定提示词在这里的输入框里面 比如Ugly丑陋的 可怕的 恐怖的 糟糕的 我这里呢就先不填 下面的第二个是设置影片的尺寸 16比9 1比1 或者9比16 我选择16比9的 底下最后一个设置呢 是运动强度 最大是30 我把滚轮往左边调 调到20吧 OK 全部设置完成了 点击旁边的genery按钮 因为前面我们还没有登录 它就自动弹出了登录提示 点击第一个选项 登录成功 然后再点一下genery按钮 可以看到它任务生成失败了 是因为当网络不好的时候呢 就会提示生成任务失败 再点击一下genery就OK了 在等待影片生成的时候 可以同时生成第二个 把提示词全选 然后删除掉 我想生成一个海边日落 输入Sunset by the sea 然后 然后再点击一下右边这个Magic Plum的按钮 Viva就会自动帮我填充完善提示词了 翻译给大家看看 我刚刚输入的海边日落几个词 就变成了带场景描述的小短文了 橘黄色的日落反射在临近的大海上 远处海角的剪影映起了宁静 雄伟的海鸥在暮色的画布上优雅的飞翔 再也不用担心大家不会填提示词了 同样的看看设置尺寸还有运动参数 没有问题点击右边的genery按钮等待影片生成 OK胡子爷爷的影片已经生成好了 是一个5秒的片段 可以直接download下载或者copy复制它的提示词 旁边是delete删除按钮或者retry重新生成 最后呢是publish发布在Viva的平台上 影片的右上方呢 点击是可以把这个影片转换为4K画质的 我们后面再讲 直接点击可以放大整个影片 胡子爷爷的嘴巴呢在说话 还在眨眼睛 这个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OK点击左上方插掉返回到生成页面 海边日落的影片已经生成好了 海鸥湖水光影果然是AI现在做的非常不错的地方 OK点击插掉返回 再来看看image to video 图片生成影片这个功能 同样的把提示词选中删掉 底下的加号呢 是上传我们的图片 上传图片或者 select from history 也就是在Viva生成图片 然后用图片来做影片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OK点击上传图片 把刚刚的沙漠汽车图片上传过来 尺寸选择1比1 点击confirm确认 在提示词这里输入 A car driving through the desert and dust flying in its way 一辆汽车在沙漠中行驶 一辆汽车在沙漠中行驶尘土飞扬 同样的点击下面的设置 否定提示词不填了 旁边是相机运动设置 我想要一个往下往右缩小的镜头移动 Motion strength运动参数 在滚轮这边往右边调到大概15吧 OK再点击一下下面的camera control按钮 设置框就自动消失了 点击右边generate生成按钮 OK打开这个影片看一下 可以看到很好的地方就是 这里的相机运动是针对图片主体汽车的 背景沙漠是不动的 不会像有的AI视频网站 生成的结果是整个图片平易放大 而且原图汽车的车身和后轮 是有尘土挡住的 在边界不清晰的情况下 Viva生成出来的影片也没有编形 这一点非常不错了 OK返回到生成界面 点击下面的4K画质提升 可以上传一个影片 当然这个影片的要求 是要在5秒钟的时间内的 也可以把我们在Viva上生成的影片 转换为4K画质 就像前面说到的 直接把光标移动到影片右上方的4K按钮 单击一下 系统就会进行对应的4K画质提升 OK来到右下角 我们把这个生成失败的提示 点击它的删除按钮删除掉 生成好了打开看一下 对比看到4K画质清晰了很多 老爷爷的眼睛变得更加有神了 OK 现在来看一下Viva的图片生成功能 点击最上面video旁边的image按钮 再单击一下最下面的提示词输入框 会自动弹出许多类别的特征选项 包括图片色彩 视角构图 情感发型 环境灯光 艺术风格 渲染方式 质感 分辨率 都可以直接点击选择 相当于简化了我们填写提示词的文本内容 通过选择图像特征 生成出更符合我们想要的结果 比如我想生成一个漂亮的亚洲女孩 在提示词输入框这里我输入A Beautiful Action Girl 然后在上面选择不同的标签 让我的提示词更加具体 在Color颜色分类里面 光标移动到的选项 右边就会自动显示预览对应的颜色 所以并不需要我们认识这些英文 这个有点日落色彩的我很喜欢 单击后自动就填充在下面的输入框里了 再来看看旁边的Commosition构图 我想生成背景虚化的图片 点击选择Bokeh虚化的意思 Viewpoint视角有非常多 Portrait肖像的Cinematic Short电影视角 From Side可以看到预览图片 就是侧面视角的意思 我选择Eltra Wide超宽视角 Emotion情绪有Smile Happy 甚至有Putted Lips 微起双唇和Light Smile微笑 非常细致的表情神态都有 选择Happy吧 让主角笑的开心一些 旁边Hair Style就是发型的意思 有Pink Hair粉色的Pony Teal 马尾边的Blank Backs 起刘海的 Straight Hair 长指发的 甚至还有寸头的 OK 往下拉 我选择Night Blow浅棕色的 比较适合亚洲人的发色 再来设置Environment场景 有草坪的 还有都市的 还有魔法王国的 海底宇宙飞船 魔法森林 卧室 太多了 每个场景我都想生存看看效果 甚至还有Rain雨天的 Zoom动物园 游泳池 餐厅 健身房 图书馆 下面还有 OK 我选Disneyland 迪士尼乐园作为场景吧 接下来是Lighting 灯光的设置 选择一个自然光 Natural Light 接下来Style就是风格的设置 有卡通的3D的 Chinese Style中国风 选择第一个Realistic 真实的 Artist下面是一些著名的艺术家风格 后面是图像渲染方式 图片质感和图像类型 大家可以看预览来选择 Quality图片质量 我选一个超高清 Altro High Definition OK 标签全部挑选 添加好之后 点击下面的Text按钮 标签框就自动隐藏起来了 旁边Settings 最多一次可以生成两张图片 Negative Prompt 这里就是输入否定提示词的 再来看看AspRatio 就是图片的尺寸 我选择一个16比9的 OK 最左边的加号是上传图片的 我们后面再讲 红色按钮Reset就是清空所有的选项 或者点击标签旁边的删除按钮 也可以删除设定好的标签 点击旁边Generate按钮等待图片生成 OK 两张图片都生成好了 点开看一下 哇 完全符合我添加的标签要求 日落十分 棕色头发的亚洲女孩在迪士尼乐园 拍下了一张背景续画的图片 效果非常可控 OK 返回到生成页面 再生成一个宇航员和学居人在交谈的图片 an astronaut and a caveman having a discussion 把下面的标签删除掉 重新设置 color 颜色不选了 构图选wide view 光角 视野选from side 我想展示他们侧面对着对方在说话的图片 情绪 emotion选confused 他们在困惑的讨论着问题 发型不选 environment选一个草地吧 nighting灯光同样是natural night自然光 style风格同样是真实的 图像类型选photography摄影 quality 图片质量 选一个16k分辨率的 那如果前面我漏选的标签怎么办呢 直接往前面点击是不行的 要单击下面的标签text按钮隐藏了 之后再点击text按钮一次 标签框就会默认从最开始color 颜色这里设置了 比如我在composition 构图这里 添加close up和full body标签 想要宇航员和学居人靠近一些 而且要展示他们两个的全身爪 再检查一下设置 生成两张图片 图片的尺寸16比9 ok 没有问题 点击右下角的generate生成按钮 ok 打开看一下 哇 这是历史性的界面 在这个页面图片下方有一个edit的编辑按钮 点击一下 来到图片编辑页面 除了可以生成特定主角场景的图片之外 Viva还可以对图像进行擦除替换 图像扩展升级分辨率 这里的ai replace就是可以图选替换图片中的元素 下面brush调整画笔大小 把学居人涂抹选中 往下拉 再输入框输入要替换成的元素 比如外星生物enia 然后点击旁边的generation按钮 右边学居人的位置上就变成了一个外星生物 下面的绿色按钮点击一下 就会把外星生物替换到原图中了 右下角download按钮可以下载下来 来到最上面 第二个功能是图像扩展Magic Expand 点击插掉这张图片 可以单击upload上传 或者select from history 点击一下就是我们在Viva刚刚生成的一些历史图片了 选择这一张亚洲女孩的图片扩展吧 可以看到虚边就是要扩展的范围 下面滚轮越往右边扩展的范围就越大 还可以在图片上调整它的位置 OK点击下面的generate按钮 可以看到右边就是扩图后的效果了 同样的下面绿色按钮点击一下 就是替换到原图了 替换到原图之后 在下面滚轮这里 同样可以再次进行图片扩展 这个功能就相当于可以无线扩展图片了 再来看看上面的第三个功能 image enhance 图像分辨率提升 点击upload上传我的一张图片吧 在下面最大可以选择4倍分辨率提升 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右边生成的图像 几只小鸟的轮廓非常清晰 还有海岸边的光影 OK点击右下角download下载下来 第四个功能是橡皮擦功能 同样把我刚刚的图片上传过来 点击一下brush橡皮擦 调整一下它的尺寸大小 我把左边的这两只小鸟擦除掉 图选上之后点击erase插除按钮 看到右边的图就已经没有这两只小鸟了 底下还生成了两张图让我们选择 OK返回到图片生成页面 我们再来看看旁边的一个功能 image to test图像转文本 可以理解为图生图功能 但是跟我们常规的图生图又有不一样 因为它这里还可以添加标签 我现在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点击upload and image 同样把我海边日落的图片上传过来 OK尺寸没有问题 点击绿色的conf 确认按钮 可以看到它自动就识别了图片的提示词 给大家翻译一下 小鸟紧紧的站在沙滩上 橘黄色的光芒笼罩着整个 整个景色 这些鸟似乎在海滩上休息或者觅食 整个环境看起来非常平静 底下的加号就是添加照片 我们刚刚已经添加了 然后是图像的尺寸 选择1比1 生产图片的张数同样是两张 然后是text标签 我添加ink painting油墨化的标签 然后quality图片质量这里 16k的分辨率 OK点一下text annual 标签框就自动隐藏了 右边text general 不用点击 因为刚刚上传图片之后 已经自动生成提示词了 右边的text image general 意思就是文本图像生成 点击一下 就会按照上传的图片和提示词要求 来生成两张图片了 把光标移动到图片上 可以看到有个similarity 相似参数设置 现在的数值是0.9 所以等一下生成的结果 会跟图片非常相似 即使我刚刚选择了ink painting 水魔化的标签描述 但也会因为0.9的相似值 优先会参考图片来生成 这一点大家注意调整这个数值就好了 OK旁边点击一下删除按钮呢 图片和提示词标签这些信息呢 都删除掉了 两张图片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跟我的原图确实是非常相似了 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 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成果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也有其他想了解的内容和方向 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 当然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AI资讯和应用教程 还有行业更新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 我是小发给我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